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也是没有 因为他当时润博还在学润顿吧 我是刚毕业 刚毕业 然后我们也插图之前也没有见面 我就把我的故事发给他 其实我当时在我的脑子里对于这个故事的要求 都是我希望我的故事读起来像诗一样 像音乐一样 所以我就说 我就希望润博能画出来我心里想要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把那个草稿给润博发过去了 结果他 我还 就是他只给我发了几个草图 让我选小狐狸的造型 然后我选完了以后 隔了一个月 他突然给我说 他画好了 他就从学校 从学校夏天很热 我记得 然后他就赶到我家来 给我送整个一本书 小狐狸的这个插图了 然后你看这个小狐狸 因为这个故事比较短 然后他画的真的是很潇洒 很自如 那小狐狸和妈妈在一起摘野果 然后喜欢森林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味道 可是小狐狸想交朋友 他遇到了困难 因为别人很害怕他 所以他想了一个故事 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做个口罩 然后就是怎么样 别人接受他 然后怎么样交到朋友 所以他很快给我画完了 我说天哪 一个月就很快 然后我一看他画的风格 非常的潇洒 自如 就是很可爱 也是实证明这本书的插图 很受小孩子甚至大人的喜欢 那润伯对于这个故事 小狐狸的口罩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呢 当初是怎么样打动你 然后愿意去进行插画的创作的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认识Echo之前 我应该先是跟诗元有一次去他家玩 然后我看他正在创作一些小猪什么系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说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然后后来就认识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正在创作一个小狐狸的这么一个作品 然后给我看了一下 真的像很像是一种现代的诗 然后很短 每一页都很短 然后每一句话都可以是一幅画面 然后我说这很有意思 那我来试一试 所以说就 就是这样子结缘的 对 我当时写的时候还是这样 就是把那个句子排列 就像诗一样 前面一句话 后面再延长 再后面这样长 就是那个排列就感觉像 很有段落层次感 像那个音乐在跳动的感觉 很简洁 对 这个是 所以就创作了小狐狸的口罩 然后后面呢 其实就是隔了一段时间 虽然我任文博帮我画的那个书不多 不像他们两个画了三本四本 可是他 我们两个合作的很多 因为我这些所有的书 都是任文博设计的 排版设计的 很不容易 然后很多时候 是我在非常时间很紧迫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 找别的排版设计师 没有特别做得好的时候 我说哎呀 我的日程排得很满 一定要几月几月 否则要印好了 所以你要赶快帮忙 赶快帮忙 然后呢 润博就没日没夜地在帮我 就是救急 然后画这本书 其实很有意思 这是加拿大150周年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 人们朋友介绍 就说让我去做一个 有关150周年庆祝的一个故事 所以呢我就有这个主题 他们要催我去参加一个 就是七月份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五月份才开始 我就给润博商量 我说我们能不能赶到六月底画完 他说五月份六月份 并且要求很高 你看这本书的画面 非常颜色丰富和漂亮 然后就是说 他说颜色要求这么丰富 这么多 这么多细节 一个月我怎么画 并且那个时候他已经毕业了 他毕业了 然后工作 他已经工作了 白天就传职工作 晚上回来帮我改 有时候改到两点钟 然后一开始很有趣 你还记得吗 润博 就是我说 我发给他很多服装 面料那种颜色 他还特别生气 我还说 你用我画的这么俗气的书吗 这么俗气的颜色吗 他还那样说 但是可能孩子会喜欢这种感觉 一开始我是表达说 我们要颜色就是亮 一定要因为突破我们 因为他们在原来的画画的风格 还是偏传统一些 然后后面我说 我一定要这种 有点西方的这种颜色跳跃 对比强度大一点 很强烈的那种 很强烈的那种 保护度很高的那种画 对对 然后你看他画的 这个真的是后面 我们在推这本书的时候 很受就是说西方人的喜欢 他们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这个太漂亮了 润博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刚才跟我说 包括就是他认识 他家里的小朋友 我想说润博能天天 这个加班到两点钟 对于这个创作 也是非常有兴趣的 对 我是很喜欢 不然你也不会天天忙到两点钟 对 我是比较有热情画画 对于画画一画的时候 就忘了时间 所以说画这个的时候 也是比较投入 对 那你身边的朋友 对这个画出来之后的感想 是什么呢 就像我拿给我家人看 他们特别喜欢 然后觉得 哇 这颜色很好 包括我给我那个小外甥女 我说看这两本书 她一眼就相中这本书 所以我就要这本书 她觉得颜色特别好看 是 对 这个颜色 还包括这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感恩 就是说我们要讲 我们就是说生活 之所以有幸福 然后我们要教孩子 这本书其实主要是 一个是体现加拿大多元文化 还有一个呢 是教会孩子们学会感恩 还有一个家长 对孩子梦想的一个支持 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蛮丰富的 那孩子们就是 有的学校 其实拿来当教材了 学中文也好 学英文也好 我在其他地方的孩子们 也都很喜欢 那我们又拿了这个书的题材 其实做了很多大型的活动 包括我第一次新书发布会 都有做 用这个书做新书发布会 是 第一场 然后呢 我们又以这个书为主题 做了一次叫感恩 十月感恩 为CK捐款的筹款活动 也是以这个书为主题的 所以大家对这个书的就是内容啊 就是很受很受鼓舞和启发 很受家长们的喜欢 就是这本书 我们真正是挺开心的 对 那这延续这种风格 两位有没有什么计划 在将来继续进行一些 这方面的合作呢 我是有 但是任伯很忙 他特别忙 对 他是在就是现在公司的工作 关于就是给你 做影视广告 影视广告 然后加班很多 所以我先看嘛 如果说能有时间 也希望你合作 但是现在就是比较忙 他们都说了 就是跟我合作过的人都讲过 这是我自己自夸自己 因为他们经常跟我说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 就是我的故事 给他们不一样的人生 就是体验 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过说 因为他们也做这种插图啊 这种动漫之类的相关的工作 影视方面的工作 但是像这种系列的故事 充满爱心的呀 有童话 现代童话色彩的 就是他们就说给我合作之外的 就是很少有机会做这种方面的合作和工作 所以他们觉得 真的是很开心很难得 有这样不同的体会 就是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有这本书 大家也都过来给他们说 到处看到你们画的书 然后都跑过来说 太厉害了 你们都有那个自己的作品出版了 对对对 作为插画师 这个人肯定是很自豪的 有自己的这样的作品进行出版 而且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孩子 对吧 那Ico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有没有新的一些书 在特定的档期要推出呢 对我有很多的计划 今年会有很多的新书出来 我也希望润博呢 能帮我再有时间画一下小狐狸的系列 因为我的小狐狸的故事很多 包括这是小狐狸的口罩 小狐狸的牙齿 小狐狸的手套 可以剧透一下 小狐狸的小提琴 有很多的系列 因为我很喜欢润博的 这个很潇洒自如的这种风格 真的是很漂亮画的 连包括其他的同行 看到他画的这个小狐狸 就非常非常的羡慕和喜欢 很敬佩 所以我希望能和润博继续合作 也能和更多不同风格的插图师 合作不同的故事主题 好的 谢谢Ico 也谢谢润博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希望两位将来有机会 给我们的未来的孩子们 创作更多更好的一些故事 谢谢两位 谢谢美丽 谢谢电视间观众朋友们 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再见 谢谢Ico 谢谢 请不吝点赞